元旦假期 亲近自然是不错的选择 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去到文昌市潭牛镇大庙村 感受一下原生态的美丽乡村 今天小灵师带着大家来到了文昌市潭牛镇大庙村 在这里古树环绕 充满大自然的气息 在这里你可以亲自采摘瓜果蔬菜 还可以体验一把钓鱼的乐趣 而且这里钓鱼是免费的 不过要记得自带渔具哦 可以看到已经有不少游客来到这里 感受乡村生活的美好 郑女士说自己的朋友曾向她推荐过文昌的大庙村 这里风景秀丽是海南省三爷级乡村里有点 趁着这个元旦假期 她就特意和丈夫带着五岁的孙女来到这儿 而和郑女士不一样的是 海口的罗女士是选择在周边游时 被这里的景色吸引而来 除了吹吊堂 采摘基地和儿童游乐场等配套项目外 大庙村还有两家由百年老宅改造而来的精品民宿 也同样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首先你进来一看环境就很不错嘛 这个中情的这个设计就很好看 这个客厅啊 餐厅啊 又可以带大家一起坐着玩 我们昨天晚上可以在这里烧烤 还有不同大小的烧烤桌 可以供我们年轻人去就烧烤 据了解 大庙村是在2017年下半年开始建设美丽乡村 在最大限度的保存乡村原有地貌 展现乡村原生态同时 大庙村积极发展特色民宿与农家乐 促进农旅融合 让游客的脚步留下来 让村民的腰包鼓起来 带动了旅游消费 助力当地打造休闲农业旅游品牌 直播海南记者报道